歡迎光臨 主廚之家 歡迎光臨主廚之家 以正式餐廳作為表演場地 觀眾能參與演出 擔任學徒或攻讀生的 創新型態互動式劇場 邀請宋維恩 黃俊志 劉修甫 徐摩俊分組表戲 之前沒有就是嘗試過劇場的表演 所以我就是很期待 很緊張 我還有就是想說 但我緊張至於又覺得比較還好 是因為 可以問宋維恩 因為宋維恩他大學 都是在學劇場表演 覺得不懂的應該可以問他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過真的實境劇場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實境劇也太酷了吧 是有別於鏡框式劇場 或者是三面台 雙面台的劇場 不一樣的一個 給觀眾的一個感覺 然後當我經紀人跟我說 我們有機會參與這樣的演出的時候 其實我很興奮 因為我好像終於人生的一個清單 又準備打勾了 然後看到劇本的時候 更發現我扮演的角色其實是 出乎我預料的有趣 如果你來這邊看的話 就會看到我出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而且這些角色其實都是 就是我生命經驗裡面真的 真的去做過的這些事情 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比如說我日常生活中 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態 或者是我曾經在什麼戲裡面 是能讓你們印象深刻的角色 其實都會出現在主廚之家裡面 最近圍繞著料理展開 為了完美呈現主廚家師 原本特地前往開屏參與學校 做包子學習同仁的技巧 只不過 我還沒包 我們等一下各位有 小助手在你們旁邊 你偷嗎 妹妹 借我一下 可以 我這樣包 是 妳都這樣子擀嗎 手壓幾次的地方 講幾次 這樣子嗎 這樣嗎 這裡 有耶 有 有 這樣也可以 我那是在你 我那邊都很妹妹 你要小的那一點 我還想嗎 然後做一個比較像委任的 他變很醜 對啊 每個人都是獨一位的 你要放得出的嗎 沒有沒有什麼造型 我的兔子是 那麼長 雀斑熊貓 我還可以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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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得很像熊貓 是原本就要做雀斑熊貓的 對 但是剛剛點有點點太大 很像 好像 這臉上長得像熊貓 真的 真的 樹葉有說過嗎 真的 好累喔 好累喔 你很累嗎 好累喔 我覺得你很是難耶 好累喔 好累喔 做好的 應該有點像 產業學校 產學合作嗎 對對對 就是他們的產業學校 你要不要一起過來啦 我錄完啦 一起啦 好累喔 就是開屏 我覺得很棒的是 就是開屏提供了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你過來啦 你繼續 就是開屏提供一個很棒的環境 讓學生們可以在這邊 好像真的到了一個業界 真的是出社會實習的感覺 就是很期待 想要知道劇場表演的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我也想要學更多 看怎麼會 就是表演更好的 照顧CP宋維爾和黃俊志在續前約搭檔合作 另一組的劉修福和懸摸俊也令人期待 觀眾能近距離和偶像互動之餘 還可享用美味料理 這麼有趣的體驗也難怪會吸引粉絲搶票 10月16日起四個週末 竹竹之家等你光臨 完全樂超學報導 好 好